在娱乐圈内,有不少明星夫妻是备受关注,比如张子怡汪峰,张子怡在和汪峰爆出恋情后,一度让很多人都感到惊讶,觉得这两个人不太可能走到一起,结果没想到,两人却还真的结婚了,两人在婚后,生下了一个女儿, 而张子怡能嫁给汪峰,在不少人看来都认为是不可思议,以至于汪峰的前女友个会节都想不到,觉得汪峰配不上张子怡,因为无论哪个方面,汪峰都不如张子怡,包括影响力知名度等等,并且汪峰还被一些人称为渣男,结婚离婚多次,身边还有一个女儿,尽管如此,张子怡汪峰虽然不被外界所看好,但两人却很幸福很恩爱,特别是张子怡对自己的妓女, 也是视为己出,对于自己的老公汪峰,在事业上也是夫唱夫随,非常的支持,最近,由于假疫苗事件爆出,汪峰也是忍不住怒劈,这个时代缺的不是财富,而是良心,而张子怡也很快就夫唱夫随的紧跟汪峰后怒劈此事,张子怡怒对一些人给孩子的疫苗都造假,还有什么不可以,甚至报了粗口, 对此,很多网友都纷纷支持汪峰和张子怡,不少网友觉得相比某些明星来说,张子怡汪峰至少都发生了